春天的气息是越来越浓了 记者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获悉 河南省将会开启《预见春天会有老家》活动 从16号开始到3月31号 全省226家景区推出了首到门票免费活动 这次参加活动的景区占全省收费A级景区的82% 其中5A级景区17家 4A级景区119家 3A级景区90家 这些免费政策是指景区第一道门票 不包括景区交通保险等等二次消费 这游河南可以景区免门票 游四川观青铜大面具 亮相虎年央视春晚舞台的三星堆青铜大面具 从2月15号开始 在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首次正式展出 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前来一睹风采 感受着青铜文明的魅力 青铜大面具宽131厘米 高71厘米 伸66厘米 重131斤 其宽以广额 面旁夸张 眉眼鼻唇耳等线条流畅 棱角分明 于2021年6月出土于三星堆3号祭祀坑 据专家介绍 这件青铜面具是目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形制最为完整 体量最大 保存最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 根据考古研究 其铸造技术比较复杂 而且与中原地区同出一辙 目前我们的研究这件面具大概有四个部分的分柱 然后再合柱而成 这种柱道技术是来自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的 包括它的这个合金成分 这个跟中原地区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也证明了这个我们古术文明 是中华文明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 下一步 三星堆博物馆将联合国内一流技术团队 进一步开展青铜大面具的修复和研究工作 并通过辅助展示方式 把更多三星堆文物保护研究成果与公众共享 让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三星堆青铜文化 领略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绚烂多彩和非凡魅力